欢迎收看我的熊老师培女教数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集要开始教应用问题 从这里看这个题目 我们先看题目 AB两个培养米里各养一种细菌 一开始的时候数目相同 说A培养米呢 每三分钟增加一倍 B培养米每五分钟增为四倍 请问 在我们开始看小题之前呢 来看这里 就是说题目讲增加一倍 其实是多一倍 所以是变两倍 增加两倍是增为三倍的意思 也就是乘以三的意思 那假如直接讲增为 就是直接说乘以多少 所以A培养米是每分钟 每三分钟会乘以二 B培养米是每五分钟会乘以四 这样子 然后呢 其实题目的意思 其实题目的意思 因为题目我出的啦 我说了算 题目的意思呢 是说他会一直不断的有在增加 一点点一点点的增加 以A培养米来说 他不是说到了三分钟的 碰变两倍这样子 不是啦 就说每一秒 每0.1秒都有在增加 但是就是每到三分钟会刚刚好变成三分钟前的两倍 讲变成两倍就是增加一倍 那B培养米也是一样 一直有不断的在增加 但是每到五分钟 就会刚刚好变成五分钟前的四倍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指数成长 他其实每分钟 他每秒钟有固定变成 一秒钟前的 不知道多少倍 那一直不断的 沉沉沉沉沉满了 这个五分钟的话 刚好变成四倍 所以做出来的分钟数 假如没有刚好是三的倍数 也是合理的 第一小题 四分钟后 问你AB培养米 哪一个细菌比较多 那你要的话可以先按暂停自己写看 指数函数的问题 都会跟连成有关 就是他一个数不断一直沉一直沉一直沉 那 所以类似的问题 你搞不好也会在等比数列的那个单元看到 因为他也是一个数一直沉一直沉一直沉 所以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 如果是A培养米 第一上面是时间这是B培养米 可以吗 原本时间地零秒的时候 各自一开始数目相同 假设都是K个 那A培养米这里呢 乘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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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满三分钟之后 会刚好变成原本的两倍 可以吗 那我这个每分钟就当做他都有增加A 都变A倍 不能讲增加A倍 增为A倍 OK 那这样子的话问你 所以到底这个A应该要是多少呢 去思考说 A和K可以写出一条怎样的方程式 其实你现在看了这个画面 你要可以写出来 大部分的学生应该都可以做出来了 就是说怎么样 K乘上A乘上A乘上A嘛 所以A的三次会等于2K 这样懂吗 那把K约掉你就会得到 A的三次等于2 也就是说 A会是2的三分之一次 这个步骤是蛮重要的 换成以2为底数 那如果是B呢 5分钟之后变成4K嘛 所以怎么样 这个K乘B的5次是4K 所以怎么样 B的5次是4 B是 B是4的5分之一次 那这个能力要有了 就是说看到B的5次是4的话 B是4的5分之一次 这个我们前面练习很多次了 最好呢 就是懂得说把它换成2的5分之2次啊 因为这样就可以跟A去比较 A是2的3分之一次 B是2的5分之2是3分之一次大 还是5分之2比较大 那是通分的话是15分之5和15分之6嘛 所以这个比较大 B会比A多啦 那一样4分钟嘛 所以B的4次也会比A的4次多 可以吗 也就是说 总而言之在固定的时间 相同的时间的时候 B是一直都比A多的 好 那局势第二个问题问你 几分钟之后会插到1024倍 那这里插到1024倍 我们可以很清楚是B比较多嘛 B比较多 所以它其实是要你算 7分钟之后 那A在7分钟之后会多少呢 它会是K乘上2的3分之一次的K次嘛 然后呢B呢会是K乘上2的5分之2次的T次 sorry 不是K次的T次 然后这个的1024倍啊 是这一个 可以吗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把 K月掉了 所以你就会得到2的3分之1T 会乘上2的1024是2的10次 等于2的5分之2T啊 懂吗 这样就知道我们最后的答案 sorry sorry 可以按暂停看一下 1024是2的10次 于是得到了3分之1T加10等于5分之2T 于是得到了 把这个移过来 15分之6-5 所以10会等于15分之1T 所以T会等于150 要150分钟之后 就会差到1024倍 可以吗 刚才的问题算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那我们来看这一题 最近天气湿 窗台外的海绵吸水 小明5分 5.1分去秤的时候有51克 5.2分去秤的时候有85克 连续数次他都发现海绵的重量符合这个 请问他在5.3分时候秤的海绵有多重 那按个暂停可以先看 至少看能不能够把需要的式子列出来 所谓的5.1分去秤的时候51克 这样就一条式子 5.2分去秤的时候58克 这样也有一条式子 是把它先列出来 好的 那先不用写这个5.3分 我们求完 把这些位置细数解开来 再去求就好了 那现在看到的这两条式子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冲动 就是 在看你的数学敏锐度 51是17乘3 85是17乘5 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 约掉17的 那既然讲约掉就是要怎么样 同除 所以你同除之后 左边这里A也会约掉 于是你就有了 这个式子 可以吗 那有很多人做到这里的时候会卡住 那因为这一题的确是有一个地方比较难了 你要观察得到 发现这个 10的-2b次 是10的b次的平方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前一集 那些计算体里面看到蛮多次的 所以应该不容易 那种不难理解 但是即便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留意到 就是因为1也是1的平方 所以其实他下面这个 是这个的平方 减掉这个的平方 那他可以根据乘法公式拆解开来 他会变成是 A加B 乘上 A-B 的时候呢 他就会跟上面把这个A-B约掉了 所以这个式子就变成了 1加10的-b次4 不过在这要注意一下 我这个是在分母 所以我是他的分之一是 五分之三 所以1加10的-b本身是三分之五 那10的-b的话就是三分之五 再减一是三分之二 可以吗 在我知道10的-b这里 那你说我要不要去求这个b是多少呢 以这题来说不需要 后面 我们知道这里 因为他就是他的平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九分之四 所以我不用刻意去把b求出来 我们就用10的-b 是三分之二这样去算 那我们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还可以再接着求A哦 所以这个F1呢 就是A乘上 1-3分之二 会等于五分之五十一 那1-3分之二是三分之一嘛 三分之一A是五十一 我们就可以知道A其实是 153 于是这个F1呢 是153乘上 那这里是一个常常被 这个miss掉的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10的-b乘7 10的-b乘T 它其实是10的-b的T次 所以当我这个 10的-b知道是三分之二之后呢 它这里就是三分之二的T次 然后接着再怎么样 代入X等于3就可以了 我这个其实应该要写F of T 不好意思 F of T 所以再把它代入F of 3 就会是 1-b 那这个三分之二的三次是 二十七分之八 二十七减八是十九 可以吗 那这里有可以约分 这个没有办法变整数 但是还不至于到太丑 因为这里可以约九 可以吗 所以它是 三分之二 十七乘十九 就是十八平方-1 三二四-一是三二三 于是这就是这一体的答案 可以按个暂停看一下 好 那我们这样课上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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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